我这么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繁荣和腾飞 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一点最关键的因素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正是因为改革开放 开始搞产权保护 开始分散交易 开始释放人的这种劳动力的流动性 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中国的模式 我们姑且认为是中国模式 它之所以特殊 在我看来它有两点 第一点它是一个共产党国家 在没有共产党制度解体的情况下 由一个计划经济 转型为一个市场经济 而且这个过程是渐变的 不是说一夜之间完成的 像前苏联的一夜之间 完成的那样的一个体制改变 第二个就是中共的在政治体制方面 实际上它在这么多年来 是没有显著变化的 仍然是独占的 不是竞争性的 那么过去一般来说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一个威权的制度 你跟市场经济 似乎是不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结合 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普世价值 追求的两大目标 第一在政治上 有一个宪政民主体制 第二在经济体制上 是一个市场经济 似乎这两个才是相容 并行发展的 但我觉得中共这个体制 特殊就在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它在政治上 实际上你说它是一个独裁体制也好 是一个威权体制也好 但它确实跟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 构成了一个独特景观 好像这个威权体制或者是独裁体制 并没有防止它的经济发展 我不知道您 这个说法是非常成问题的 为什么成问题呢 就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经济体制一样 不是一个一和零的概念 它是一个这种连续的这种概念 有些经济体制更加靠近市场经济 有些经济体制更加靠近中央计划经济 我们应该用这个视角分析经济体制 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视角去分析政治体制 那我现在就问你这个问题 在邓小平的时代和跟毛泽东的时代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更加的不独裁 还是更加的独裁 那肯定是不独裁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它是一个动向的一个发展 那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念 你看东亚市小龙 南韩当时是军事管制 台湾是军事管制 这个新加坡 结果经济腾飞了 经济腾飞了什么什么等等 OK我承认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为什么北韩经济没有发展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经济没有发展 那显而易见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市场经济 但是就说当一个极权制度的时候 它是不允许你有任何市场经济的这种 朝那个方向去发展的 只有从一个极权的体制 演化到一个威权的体制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才允许你有市场经济的发展 那像毛的体制 过渡到邓的体制 而且我跟你说 王菊你也应该有这个观点 中国政治制度最开放的时候 是80年代 你对我同意 对 就是从党中央的这种文件上来去看 哪一个时代的文件 对自己的体制更有批判性 80年代的这个文件是远远 超越现在的 完全就是超越现在的 而中国的改革的开放的底部 那下是在中国政治体制最开放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我们用这种动态的观点来去看南韩北韩 那这个就是特别明显嘛 南韩的体制 虽然它是军事独裁 但是在军事独裁的时候 它都是有全国的大选的 而且那个大选是由政府控制啊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是 但是南韩的体制 是绝对没有北韩的体制 从政治上来讲那么独裁的 台湾一直是有地方选举的 有一定的民主 它的这个新闻管制 那跟我们毛的时代 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上 是吧 也就是说从政治上来讲 也是存在一定的冲动 还会有经济增长 所以你刚才观察是非常正确的 集权的时代 它是不允许你有任何的市场经济 但是问题是 它后来有一定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它在政治上改变了以后 你看在苏联也是这样的嘛 是吧 苏联在郭尔巴迦夫的时候 它开始搞政治改革 什么等等 它才开始进行经济改革 就是说并不是需要 这个国家一步到位 它一下就变成宪政民主啊 什么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国家一步到位